新闻大败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最近很多棒球迷都很生气 因为林哲轩她在这个球场 在这个新竹的棒球场 因为一场球赛的美季的表演之后 她整个左肩的关节唇破裂 大家看到了她确定动刀 复健至少八个月 本季等赛季提前结束 而且不知道会不会落下病根 会不会有后遗症 今天早上她发了一篇脸书 讲法非常的humble 非常的低调 可是字字句句 为政者这些政客们 你要仔细看 她说过去她在美国打拼 球场从来都不是球员需要担心的问题 我球员就是打球的 我去担心球场干什么 该扑的 该接的 该拼命的 我就去做 没有想到在自己的国土上面 遇到这样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运动生涯相当短 运动员 变成 有没有可能一个伤势变成 我的职业生涯结束呢 字字写泪 最后她说我想再次强调 球场安全性的重要 希望大家好好的重视 保障球员有健全的职场环境 真的是太卑微了 希望蔡总统可以看到 希望林志坚可以看到 希望我们的执政团队可以看到 希望未来如果你想 有心进出大位的人可以看到 我们来看看7月22号那天 发生什么事情 那一天风风光光的 新竹势力棒球场 花了12亿要风光再次开幕了 蔡总统来了 你看到所有的大官站成一台 林志坚在 沈慧宏也在 本来要收割的 蔡总统也致辞了 可以看到他的看板 应该算是他的题词稿 题词的这个camera都来了 讲完话之后还留下来看 看了一下球赛 我们查了一下他是在5点半出席 那之后他没有公开行程 所以他在现场大概待了20分钟 30分钟 我们不确定 可是至少 置完词又坐下来看了一下球赛 应该是超过15 20分钟吧 可是反观过去 发生社会重大争议 甚至是一些让人心碎的一些事故的时候 蔡总统他待的时间都非常短 这个我们在大白话也都提出批评过 包括过去在高雄的城中城大火 蔡总统出席的告别室 可是他在公祭现场上香之后就离开 全程不到3分钟 我们都是有计时的 媒体都全程在关注 还有发生太鲁阁的 49死的这个意外的公祭 我们可以看到林佳龙是待到最后离开 可是蔡总统 从抵达到离开只有23分钟 所以很多人都在讲说 当这个收割的时候 当剪裁的时候蔡总统你可以待很久的时间 可是当可能有人批评你的这样的场合 你待的时间都这么短 那新竹球场到底曝露了什么样的问题 执政团队是不是千疮百孔 过去大家觉得五星市长你应该很棒 林志坚维持的人设及形象也都很好 可是棒球场的事件发生之后 大家一一检视 原来真相是这样子的残破不堪 包括这一次12亿的大球场 12亿的这个球场重新开幕 居然是由小学来代办的 这个旧社国小他来代办这场活动 小学里头有谁 行政人员有多少 大家应该都知道 怎么会给这个国小来代办呢 那是不是这个是用基层 这个当地的议员就说 这是不是林志坚这个五星市长的风格 你光环你拿走 可是靠基层的血汗撑出来的风光场面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开幕当天 这个攻读生还在现场发什么 发竞选的扇子 这个竞选的扇子是谁的 上头印的大头是沈慧宏的 大家知道前新竹市副市长沈慧宏 他这一次是要选新竹市市长 没有想到你这个棒球的开幕 是变成你正机的一个表现的 这个光荣场吗 那你要蹭正机 可是球员受伤的责任到底谁扛呢 没有人跳出来扛 王世坚 坚哥过去讲过好多次 就是针对这个论文门 他说论文是品格的问题 可是球场出包是能力的问题 要求林志坚不要挑战社会的智慧 那这个像这样的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恶恶之事都站出来发生了 那亮哥 亮哥你怎么看 像这个棒球场的事件 其实发酵到现在 球迷生气 可是您觉得还有后续吗 您觉得一直延续到投票那一天 这件事情还有伤吗 这件事 这件事 因为他可能要 他要改场地 这个事情因为 大家就会离开这个球场了 所以这个球场就不再有新闻了 未来就是职棒 职棒赛如果恢复举行之后 就到另外一个场地了 我觉得大概就看后续了 就是比如说今天就会扯作案外案 你刚刚讲的国小代办 国小代办理论上是可以 可是他是不是标案的合作方 如果市府是用免费的人力 或者人家用学校的预算 来支撑这样的活动 那你就是减便宜 或者说得标厂商 基本上把钱都用完了 学校这样是不是就是 完全都没有得到收入 我觉得有时候是 新竹市如果要结合各个学校 来共襄盛举 这个当然有可能 可是要看那个活动的性质 那是不是适合由国小来办 因为确实有人就指出 说你为什么不用对面那个学校 有一个学校开车离棒球场很近 就在附近 就在棒球场面 那用比较远的学校 我觉得这个就要看他 制定的那个合作的办法 我觉得这个还不算是严重的事情 比较严重的还是他的政绩 就在七年内 会不会他的光鲜亮丽 还有市政的神话 都是媒体铺陈出来的 都是堆砌出来的 假象吗 对 可是这个就是要有证据 因为坦白说 新竹议会跟苗栗议会差不多了 还有桃园议会 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吗 什么意思 桃竹苗的议会 你不知道吗 都是跟 都是跟 我不知道 就是辅会和谐 一团和气 一路合作 该监督的没监督 那基本上跟政党关系也不大 说实在话就是这样 所以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事情都是 不同党派雨露均丹的 这个我知道 辉文长期资深社会记者了解 比我深刻 肚子好痛 前提的吗 不过我就做个开头了 不过坚哥再次讲出 我佩服的金句 真的 论文是品格问题 然后棒球场是能力问题 政治人物最重要的就是品格与能力 当你的品格跟能力都被质疑的时候 你如果还能够当选 怪不得伟汉会无语问昌天 那就是社会的问题了 如果品格跟能力都有问题 还是当选 那就是我们社会的问题了 其实我是觉得林志坚还是有可能当选的 我现在必须 对 为什么 因为我是觉得 我其实分得很清楚 就林志坚他在论文上面的这个部分 看起来有重大的瑕疵 看起来真的就是抄袭 可是中华民国事务最推定 审定委员会已经开始了 所以快的话一个月 慢的话两个月就有答案了 等到审定委员会认定他 抄袭或不抄袭的时候 我的用词就是明确的 当时审定委员会判定你是不是 那是他个人的问题 那另外球场那就表示能力不足 而且耗大喜功 你7月22 play ball 7月20的时候工会告诉你 他所秀出来的所有的这些资料 他告诉你就是不能够打球 现在我们在谈林哲轩 林哲轩他现在 他写的那个文章的字没有很多 可是字字写类 一个运动人最怕的就是运动生命结束 他现在33岁 然后我什么时候我还可以打多久 7月20号的那个 我想大家都有看到 其中最重要的这一点 跟林哲轩我们现在讨论这个事件 直接相关的 他已经告诉你外野的草皮 是不平整 碎实力过多 而且相较于其他球场 你以为这些怎么样 职方球员没有在台湾其他球场打过球 是不是 这个新手球场特别硬 所以如果我们铺接的话 会有可能造成运动伤害 7月的时候写给你看 20几项的缺失 通通写给你看这么多的缺失 包含了那个牛头在练球的时候 旁边又会有人走过 有一个小孩走过来 他都很清楚的 包含了你的休息驱小 包含了内野的宏土比例不对 可能会不规则弹跳 造成了一些伤害 包含了投手球 里面下面黏土专面有放 每一个都已经告诉你了 20几项的缺失 7月20的时候工会告诉你 蔡奇昌要负责 他现在道歉了 林志迁刚刚那一题论文 他是说不是管他给我们 不好意思 好心火雷金 他在讲余振煌 他在骂你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救世论事 林志迁是道歉的 我没有做好 可是你今天来了以后 你造成这些危险 造成球员的受伤 就表示这整个团队有问题 既然还没有验收 人家也提出了这么多的意见 而且这个还命中 真的就在外野扑街的时候 直接现在目前肩膀都受伤了 你为什么让他打球呢 今天明治兰的支持者 或说林志迁的支持者 还有我刚刚讲的 两年前你干给我林梅森 现在忽然讲林志迁 还甚至帮林志迁讲话的人 我不知道你怎么回事 你的脑是不是这两年 有受过什么伤害 两年前跟你现在不一样 我不知道 但是你可不可以看清楚 球跟球场 这些球员所重视的 没有做好这件事情 你可不可以大声讲出来 林志迁你做错了 但是你之后你还想要投给他 那是你的问题 比如说我今天对于这个政治人 我现在举个例子 我不是乱讲 这个政治人物看起来 他上了个新闻 他可能有私得问题什么的 不过我妈过去的时候 他又来黏忍 我想要投给他 我来投给他 我爸爸交代我来投 你去投 你今天因为个人的因素 投票是一种感性的行为 不是个理性的行为 今天如果这样子 林志迁还能当选 我们就要回头再看看说 好像我们的选举制度 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完美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就是 论文跟球场这两个这么重要的 双煮菜也好 双崩棒也好 我发现台湾有很大一群人 他是极尽可能的去 帮这个林志迁辩护 还有一个翁姓教授 刚刚写文章讲说 确定了 就是于正皇抄袭 对不对 又是翁姓教授 他也不用理他吗 他也不用理他吗 他真的写一大篇说确定 可以证明就是于正皇抄袭 有人那么爱捡大 对你老是引用 然后讲这个 我必须控制下情绪 因为早上午 我这个事情讲了以后会生气 因为我爸爸也是排球国手 我是运动家庭出来的 我跟林哲萱并不认识 我也没有要讲这个议题 去蹭我干嘛 我讲一件事 今天一个球人在那边 我看到有网友在言语 说你自己要飞铺的 今天一个职棒球 还有一个讲说 蔡总统是7月22号去的开幕 他是7月23都受伤了 你不用跟我讲 我都清楚 你今天是一个职棒球人怎么样 因为总统昨天来 今天没有来了 一个球在我的面前 我就散步 要能接就没接到 你还去怪他飞铺 去怪林哲萱 因为自己要往前飞铺接球的人 你自己主持是路的 这种网友刷刷刷 你跑到我脸书留言 我马上帮你封锁 你们没有办法去面对真实的问题 光是想要 我要怎么帮林志强呼喊 我怎么样刷刷刷刷 来 回问 你看当年那个陈维廷的贤猪手事件 陈维廷 贤猪手 蔡总统声援他 对不对 鸡排妹也声援他 对不对 刚前子你讲得非常好 你说五星级是不是堆砌出来 我请问大家 恩恩的妈妈1759打电话到119 1920隔了81分钟救护车才来 为什么 1759是5.59 1920是7.20分 81分钟救护车才来 那什么原因 你说这是五星级 每次他民调后遇都第一名 这什么道理 为什么一个救护车要81分钟 所以我们刚刚第一段谈 如果我们这段谈这个球场门 你刚刚前面讲说相信林志坚 其实前子我们再把它 再扩大一点 其实相信蔡总统 因为蔡总统背书 相信民进党 要相信台湾 我给大家看这个 来 那个事情大概 这是蔡其昌的新书发表会 播这上次前子休假 我来帮前子补课一下 蔡总统去 在台中 这个以前蔡主席的时候 蔡其昌是他的发言人 现场很认识 蔡总统他接着 这次他有点脱稿 他没有看得搞 蔡总统讲了一段故事 我特别精心准备的 帮大家播出来 26秒 大家要注意听 如果听不清楚 待会第三段 我愿意再播一次 来 那一球上是笑声 看了一眼之后外面都是警察 你有看过这么昏庸的人吗 那为什么外面都是警察呢 你有什么毛病 他就是这种人 所以他推荐林志坚 你有什么干法 他就是这样的 刚刚伟翰说林志坚搞破贏 这种人拿817万票 韩国瑜输给这种人 你说我会甘愿 人家叫他去看窗外 窗外都是警察 没什么好看的 你怎么蠢到这个程度 昏庸到这个程度 伟翰你为林志坚生气 我为这个人生气 我的成绩比你高一点 但是我们两个都不要生气 因为不值得 我们台湾的选民就是这个水准 他当他把读稿机拿掉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空心菜 我认出我结论 我请问你 蔡英文跟拜登有什么不一样 没什么不一样 好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